三個被告分別31歲,逆陰姓荃 27歲,逆陰姓甘 同26歲,逆陰姓朴 美國司法部說 他們是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部偵察總局的成員 多次參與刑事黑客活動 包括向索尼影業發動黑客攻擊 索尼2014年製作喜劇電影《刺殺金正恩》 懷疑題材引起北韓不滿 電影上映前索尼公司的網絡被大規模入侵 北韓否認同事件有關 司法部又說 三個人設計大量惡意程式 安裝在幾百家加密貨幣公司網絡裡面 以這個做後門盜取價值高達幾千萬美元的加密貨幣 以及入侵越南、孟加拉和台灣等地的銀行系統 賈務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盜取超過12億美元 並在2018年利用美國的現金派發計劃 由巴基斯坦一家銀行偷走610萬美元 由於部分攻擊行動不成功或者被中途取消 黑客實際偷了多少錢未清楚 此外起訴書也都指控三個人對美國國務院、國防部 和多間軍事科技企業發動魚叉式網絡釣魚行動 以及製作勒索軟件WannaCry 2017年以來透過被勒索公司盜取敏感資訊 美國當局形容北韓黑客的罪行驚人 說案件範圍廣泛持續一段長時間 批評北韓為了反制和盜取資金支撐政權 無所不用其極 協助調查案件的聯邦調查局承諾繼續拘捕涉案人士充公款項 並持續與美國政府以致外國盟友合作 強調北韓要為他的犯罪網絡行為負責 有線電視記者盧曉珊報導